每天收到的讯息量这么多 该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来来来 教你几个小撇步 只要在收到任何讯息前都先 1.保持怀疑的态度 2.是谁发布的 作者是谁 3.检查发布时间 4.了解资料来源 5.善用假讯息查证管道 只要将收到的可疑讯息传送到以下查核平台 就可查询为是否为假消息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MyGopen Line讯息查证 真的假的 以上说明大家都了解了吗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世代 我们都应该建立思辨的能力 当个耳聪慕名的乐听人 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 可是会面临罚款与刑责问题哦